封口鎮,一个一屠宰猪,为主业在美国边陲小镇,出了一桩少女谋杀案,和一桩少女失踪案。 小镇,谋杀,秃宰,你想到了什么,小镇遗云,黑吃黑还是双风侦探,都是,又都不是,一个重斥着荒芜和颓废的小镇,一个扭曲,畸形的原生家庭,HBO出品,B数精品,利器,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,改编自作家吉利安弗林的处女作小说利器,如果这个名字你还有些陌生, 那么他的另外一部代表作,你肯定听说过,消失的爱人,利器痛消失的爱人,还有另外一部暗术并列,被称为是阿修罗三部曲,看到这你应该知道了,这才不是什么小清新过家家的剧情,而是一个破碎的,推仿的,暗黑的女性故事,看海报,三个女人,一个家庭,先来说说最中间的,唯一露出全脸的女主, 主人公,卡米尔,女记者,出生在封口镇,现在在圣路易斯大城市工作,涉处编织令,回到自己出生的小镇才写少女失踪案,可是你看卡米尔的表情,脸上写着一万个不愿意,她在害怕什么,或是说,她在逃避什么,收拾东西开车回家,镜头给了这样一个特写高度酒精对水, 似乎还缠了某种药物,卡米尔喝了一路,是什么让她产生了嗜酒的习惯,到了镇上,卡米尔的第一想法不是回家,而是在杨帆的汽车旅馆过夜,一边想着童年时期森林小,木屋里的那些SM的照片和生的猪肉, 一边刺猬,卡米尔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,自此,戾气的双线叙事开始正式铺开,一边,是她前往小镇开卸报道,是逃离小镇的她窥探小镇的过程,而另一边,是正在看剧的我们,窥探她的童年的过程,这就不得不提到海报上,那个龙半边眼的女人,卡米尔的妈妈,眨一眼看上去,妈妈的手似乎正常呆在女儿, 的肩上,但是放大了海报看,妈妈的指甲牢牢的嵌入了女儿的肉里卡米尔的妈妈不是个正常员,表面上,她是那个举止优雅,平时没事儿会跟丈夫跳跳舞,喝喝小酒,穿着衣服裙的贵妇,而事实上,她有极强的控制欲,只要周围的人行动,没有按照她的意愿进行,她就会有一个拔睫毛的动作,光是第一集, 这个动作就出现了三次,卡米尔到家的第一晚,她听说女儿要去调查凶杀案时,表露诸格勒第一次不满卡米尔,因为无法忍受家里的环境,一夜未归,第二天回到客厅的时候,表现诸格勒第二次不满卡米尔,发现了第二具被谋杀那少女的尸体, 从警察局回家的时候,妈妈表现出了第三次的愤怒,卡米尔的妈妈到底在愤怒什么? 或许从几个闪回的童年片段可以看出,卡米尔曾经有一个妹妹玛丽安,而妈妈则致力于把姐妹俩培养成高级的淑女。 在家里,卡米尔和妹妹穿着淑女风的裙子,一言一行都很合规矩,很体面,但是一旦逃出了妈妈的视野范围之内,卡米尔是这样的踩着轮滑鞋,穿着短裤,妥妥的叛逆少女。 卡米尔带着妹妹抽烟,吸毒,无所不干,当她把自己吸过一口的毒品递给妹妹时,妹妹突然开始剧烈的咳嗽,大喘气,吓得卡米尔惊呼妈妈,画面接回,再回到童年记忆画面的时候,是妹妹玛丽安的葬礼,是卡米尔害死的妹妹吗? 解开事情没那么简单,不信你看在妹妹葬礼上卡米尔的表现,拼命她取妹妹脸上的妆容。 为什么?在看葬礼结束后,卡米尔无力的趴在妈妈的腿上想求一个拥抱,结果妈妈一把催开卡米尔,靠去拥抱死去的玛丽安的时光。 为什么妈妈宁愿拥抱死去的妹妹,也不愿意给活着的姐姐一点温暖? 前面姐说过,卡米尔的妈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,这种控制欲通常表现在,喜欢所有能被自己掌控的一切人和事,而她却甚至厌恶无法被自己控制的人和事。 再来看卡米尔和妹妹一起玩耍的一幕,剪着短发的卡米尔带着穿粉色,树女巡的妹妹一起去森林里探索,似乎是在引导妹妹去发现内心真实的自己,激发妹妹本能的牵制。 但是这对卡米尔的妈妈而言,却意味着失控,卡米尔的妈妈已经无法控制卡米尔了,而一旦妹妹被卡米尔姐带跑,她就失去了两个孩子,她绝不会允许这样的状况出现。 而如何才能让已经脱离控制轨迹的女儿重新依赖自己,结想起一个医学名词,代理孟乔森综合症,是照顾者捏造或又发,被照顾者的身心疾病,通常是母亲对子女是一种最复杂,也最致命的的虐待形式。 再回想起玛丽安一出场浑身插碗管子的形象,结果金背后发凉,玛丽安究竟是谁害死的,和妹妹对比起来。 卡米尔似乎又幸运得多,她逃离路妈妈的控制,逃离了小镇,集身倒立大城市,拿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,但是正如举民所说,原生家庭,始终是划开她一切伪装的,最锋利的利器,剧中有两个卡米尔入狱的镜头十分值得玩味,尤其是第二个,赤裸裸的将真实卡米尔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中,她的手臂上,戴上,肩膀上。 全都密密麻麻的刻满了划痕,手臂上的单词Vanish翻译,为什么米尔突然的消失,也是第一集的标题。 谁的消失,是小镇上接二连三失踪被杀的少女,也是卡米尔那被压抑的,无处宣泄的情绪。 更是这偏僻的小镇上,已经消失的一干二净的人些,不信你看,这个小镇上,无论是风景还是人,都给人一种扑腻而来的颓废感。 卡米尔回来调查凶杀案,当地人都对之闭口不谈,从警察到家属,似乎都对这样的凶杀案,没有任何追查下去的兴趣。 就连被害少女的父亲,都说出了,我宁愿她被杀都不要被强奸,这样的话,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小镇。 生活在这里的美,个人,都习惯将自己束缚,在这个自己塑造出来的道德体系中,盲目又无知,甚至新来的警探,也会时常抱怨自己似乎与这个小镇格格不入。 而且还在和卡米尔聊天中透露,似乎整个警察署,只有她一个人,在真正的调查少女被杀案件的真相。 在卡米尔回风口镇的第二天,又发生了一起少女被杀案,尸体被毁的面目全非,牙齿全部被白光,而且就在上一个少女纪念碑的边上被发现的。 而就在这个新的,被害女孩的追悼会上,尽头第一次给了镇上的人一个群像,有人在悄悄议论卡米尔的出席,有人在谈论被害少女与她的哥哥是不是有着不伦的关系。 有人觉得被害少女母亲的言辞太过于夸张了,没人在为这个滑稽少女的远落感到真正的悲哀,而正是因为此,跑去被害少女家,去了解被害少女故事的卡米尔,和为了探究凶手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而去亲身体验拔猪牙的心情叹,才能真正坐在一个猪子上喝酒。 因为他们两个,至于封口证而言,都是外人,所以,当一个男孩逃出了凶杀案,一个很关键的线索,她看到了一个白衣女人,带走了被害的女孩儿时,没人相信她的证词,因为她的妈妈从事着最低端的屠宰工作,他们是穷人,是不被封口证接纳的那批人。 卡米尔在调查中似乎也看到了这个白衣女人,还记得,最开始那张海报吗? 卡米尔的妈妈身上也,穿着白衣,这是巧合吗?还是一些不明觉厉的暗示? 说到现在,是时候介绍一项海报中,第三个露出半边脸的女孩了。 她是卡米尔同母义父的妹妹,爱玛在家里穿着公主巡,带着蝴蝶结,随时向妈妈报告自己的位置,而一旦脱离了妈妈的视野,立刻摇身一变,变成了穿短裤,滑伦滑的叛逆少女。 你想起了谁? 没错,童年的卡米尔,爱玛似乎复刻了卡米尔的童年,但又似乎比当年的卡米尔,更多了一丝冷血和残暴,出场戏份不多,每一次都自带一肩诡异又扭曲的气氛,比如和姐妹们的相处。 一旦朋友们说了什么让她不舒服的话,她就会立刻变脸,向好朋友的嘴壳想而知。 在卡米尔离开后,妈妈对爱玛都做了些什么?把爱玛变成了这样一个艰巨姐姐的叛逆,和妈妈的强大控制欲。 还记得吗?风口镇上的连环杀人案,死的都是和爱玛年纪相仿的少女,而因为死者尸体都被不同程度的损坏,牙齿全部被白光,因此多个警官将凶手所定位男性,并着重强调这一点。 但是姐姐觉得,按照HBO的一贯妙性,越是强调的东西,或许越容易成为野蛮事实真相的土壤。 在妈妈的控制下,玛丽埃还没活到成年就死了,卡米尔矫心存活逃离,却有着长期的心理问题。 那么爱玛呢?这个在控制于越来越强的妈妈手上长大的孩子,又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如果你觉得绿气队,木尔的刻画过于暗黑,那么你可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,这个世上有一种冷,叫你妈觉得你冷,每个段子都有其生长的土壤。 比如前几天爆火,的麻火拍新节目《我家那小子》,朱雨晨的妈妈,即使儿子已经成年,依然对儿子的每一段恋情都有干扰。 只是因为她自认为,女人就应该是玄妻良母亲的,菜片按饭量包好放在冰箱,十年如一月的四点起来包离她。 只是她自认为,儿子需要补营养,把自己形容成两个费用,还大言不惭的说她没有自己,只有儿子可是你看,就是在这样一个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。 朱雨晨在节目里送走了朋友,一个人抹着眼泪,躺在狗窝里,姐不敢妄言朱雨晨的事业下降,是否和这样病态的原生家庭有关。 但姐知道,这样的家庭,就是放大了一千倍的,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,而将朱雨晨这样的家庭,再放大到一千亿万倍,就是利器。 其实,每个原生家庭都可能是一把利器,幸运的是,你我都没有成为利器的牺牲品,这,才是真正的大片。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